比赛已经送给了智利队几次小球的机会 这是王惠敏的投球破门 前两场比赛中国对相同的比分2比0战胜了 泰国优势6和新西兰优势6提前一轮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而在对手这边 智利女足第一场比赛是0比2输给了新西兰女足 第二场比赛是2比2战屏了泰国女足 前世纪1分 看看这次开场之后中队的机会王倩献到三角的回传进去湖灵的位置 拿球了大门 这次智利的门将做出了呼救 这次右边路的突破面对三名队员的防守 看到了队友包抄的位置 看看右边路起球 进去链把球停下来 灵通了大门 打球是由13号的王静怡 这次刚才完成大门的是7号的张晨曦 中场的邹梦摇和刘欣也都没有手法 陈文庭还是想考验更多的球 当然下面上他们也会有替补通场 就看看王倩献这次进去里的大门 球进了 开场仅仅两分钟的时间 中队是闪电破门 后场的长传球 这边王倩献用自己的速度 把球抢了下来 进去里非常冷静的大门 打向了球门的右上角 王倩献个人用但是拿球的能力很出色 多次完成了摆脱以及突破 对新西兰女足的防线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这次看看首发登场 这次又是强行的超车突破 依然是倒三角的回旋 弧定的位置 一脚大门 门将又是脱手了 今天 看看张晨曦把球控制住 带球的突破 完全不拒身体对抗 又是送出了一记精准的穿球 这次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情况下 出脚有些苍茫 大天 表球开起来 禁区里高空球的争相 投球的攻门 顶片 球门球 左边路又是形成了空档 看看汪谦现在带球 来到了禁区里 直接选择了踢脚大门 这次门将将球拖出了横凉 每次门将的铺就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这场上球发动进攻 卡住位置先做解围 看看定位球的防守 这球开起来 门将让罗玉出击 这次是冲装门将 非常耐心的配合 曾嘉宇 张若南 中路顺透 有期见到机会 直接选择了大门 球进了2比0 22分钟 应该是张若南 一旦来看看这次 这脚回过球 这脚大门虽然对方的门将做出了空救 但是势大力尘 一脚穿荣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接应 张晨熙把球拿下来 直接来到了禁区里 再往中路输送 有机会 王倩倩拿球大门 这次被门将封堵了 有的时候往往把球先控制住 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 再做梳理的话 威胁要空大一些 看看这边的王倩倩 身体对抗不出于下风 这次来到禁区里 到此就能回船 固定的位置 这次是跑过 船跑又能够形成默契 前场把球再断下来 大不留心的往前趟 传中球 这次给的太靠近 文将 王孟宇 这个投球啊 都是见高不见远 这次有手球 尤其是投球顾门 那我们组对 帮助中国女足球 16选拔队 是打进了本下 赛事的第一个几球 这边是王倩倩 直接选择了大门 门将不正脱手 门前的捕射 球进了 3比0 又是王倩倩 王倩倩跟上的捕射 其实两个人都在爆炒点上 王倩倩和张若南 判断出了对方的门将 可能会出现脱手 判断出了对方 想看看球权能不能再次争抢下来 这次来到了进局里 又是王倩倩 传到中路 停球 转身大门 这次的话 因为受到对方反射队员的逼迫 这次对的 角头很有投球的攻门 这次门将罗玉 虽然第一下室铺就稍微有脱手 但是二次反应很快 中场再把球哭直出 王欣明 精准制导 看看这次 能将及时的出击 报炒点上又是两名队员 卸得不错 王欣明的代球突破 来到了右边落 扣回来 连续的摆脱 纯中球 投球攻门 球进了 4比0 49分钟 女足的姑娘们再下一程 完成了梅克尔度 这次的功劳要95%的给到王欣明 连续的摆脱 春中球落点极强 王欣明是高高怨气 投球攻门4比0 这次拥有机会了大门 能将得不就 注意自己的防线 被打穿了防线 看看 及时的补防到位 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送给了这手一个脚球的机会 另外 替不登场的是张红彦 之前的两场比赛都有替不登场 看看这边的王欣明 非常出色的人球结合 又是来到了进区里的机会 传到门前 这次直接是奔着球门而去 搭载了横两场 这次是抢出来的机会 看到门将的站位 直接选择了一脚打门 外卫又起脚了 这次门将 高高怨气把球摘一下 没有越位 把球拿住 接上了三打三 自己完成了过人小角度 再向左传球 看看这次跟上的大门 邵紫青 还有机会 对方的防线是众志成城 外围直接跟上的一脚大门 打偏了 再稍稍差了一些 打球摆脱 这边路由给过去 又是直面门将的机会 邵紫青这脚大门进了 5比0 赵紫青连续两场破门 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又有机会了 进蓄力的二打三 摆脱之后 七脚大门 球进了 6比0 6比0 一场哼唱淋漓的大胜 这次是自己拿球 摸过了防守队员 七脚大门 能将是边场莫紧 6比0 赵紫青连续四 也是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 中国女足 又是6时 6比0 战胜了这类女足